大家好,我是舅姐姐 今天舅姐姐我要带大家来关心台南的盛事 台南铁路地下化 从很多人小的时候一直吵 吵到它中年了 现在终于动工了 三月的时候火车站的西侧 终于开始整地了 从它抗争 然后一直到现在开始施工了 历经了很久的时间 这个一般人在期盼的台南铁路地下化 终于我们看见了 它已经开始有所进展了 好,看到这里 如果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人呢 记得要订阅 还有呢,开启小铃铛 这样我新影片就会通知你了 然后呢,将这影片分享给台南人 关心台南大小事的人 然后给你的亲朋好友也知道 我们台南现在终于在进步了 我们有所为的铁路地下化工程要开始 台南火车站也将随着铁路地下化而走入历史 让我们一起来见证历史 记录历史 还有车站以及这些建筑物呢 都会随着铁路地下化而消失在地上 成为历史 走入历史 所以呢 这些将来也都成为我们未来的回忆之一 现在我把它记录下来 以后呢,我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历史的见证 在去年的六月,大型机具抓斗鸡就进驻台南火车站也在 这个抓斗鸡最主要就是要挖浅盾地底下的那个土把它挖起来 这样子可以开始地下化的工程 好,2020年的六月地下化工程开始了,之前都只是在整地 现在这个抓斗鸡真的就是开始把地下的土挖出来 然后开始要进行地下挖空的工作 这个抗争许久的西侧民宅也在2020年的六月全部都拆除 而且开始动工,开始整地,开始铺水泥,开始地下化的工程 再开车间吧 再开车,再开车,再开车再开车 这个设计如何 对,搁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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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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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